成都地铁相比重庆地铁如何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是成都地铁 估计很多人可能都没见过这样的成都地铁 它这一站是在这个地上走的 成都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下走的 它这个是属于二号线 它有部分是在这个地上 大部分是在地下 这边是大面铺站 你看这边 这边算比较娇一点的地方 我们现在是坐车往市中心里面走 看看从这边上来了 这一站近站的人应该不多 这边是属于龙泉驿区 这边玩的话估计大部分都直接去那个龙泉山站那边玩 它这边系统也和重新那边一样 两个城市很类似 都是可以不买这个卡直接刷支付宝或者微信 现在我们是近站的 从这边上去 往市中去 它这个上面的布局应该也和重新那边差不多 重新那边有的比较偏的站 外面也是这个模样也比较荒的 你看这边都是荒的 走走这边 大家看看这个上面的模样 看见没有 上面是这个模样的 这个只要你坐的比较甜的地方才能看到这个模样 它好像是从哪来站呢 红河这一站好像就进到地里面去了 就是这往前面好像都是地下 就这里 从红河到这边都是在这个地上 这好像有很多都变更的名字 这好像有很多都变更的名字 看见没有 这重新切了 看看这边 它这边有个像类似于温室一样的地方 可以在里面休息 这是冬晚下凉 一般下凉 一般下凉的话里面会开空调 然后冬天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开冷暖气 但是肯定比在外面凉会下 起码可以当风了 看这里 这个是空调或者是可以写的 空调或者是 这个应该是空调 哇 坐在里面 哎呦 它这边凳子全部都是用到这种 就是这种 像公园里面一样的凳子 这个是成都的特色 我们现在是在这边等车 重庆那边它这种 很多在天上跑的都是那种 单轨线路 单轨系统 是跨在一条轨道上面 这样嵌在里面的 嵌在里面的 比如说这条轨道 这是一条轨道 然后正常车跑去用两条轨道跑 在这上面 单轨的话就是这样 卡在这上面 然后这样跑 那边的二号线就是这个样子的 重新的二号线 它是 玻璃窗也开的特别大 就是两边的那个玻璃窗 开的特别大特别多 而且那个驾驶舱也是可以 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人驾驶 然后那个驾驶舱 三面的玻璃也非常的开的 特别的大 60%左右的都是那个玻璃的 全透景的那个面积 哇 从那个里面 有的是那种环山的路 有的是那种 我的天哪 穿山的路 还有的是跨楼 穿楼 跨江 哇 可以看遍这个重庆逐程区的 沿江的风景 啊 那感觉真的是绝了 在 成都这边不行 成都这边大部分都是地铁嘛 这边是 跑的比较黄的 这边来了 才能看到上面的模样 这个景色肯定没有重庆那边好啊 现在上车了 看看这个里面 它这个用的 是这吧 LED灯的 都不是月经的 因为比较早 2号下 看这个里面 这就是它外面的模样 这边应该大概是成都的五华城区 重庆那边有很多线路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景色 它这边是平原 重庆那边是在 周围四周都是山 然后有的话会开着开着 不然转到那个隧道里面去 它这个也不会 它转着转着就是在地里面去 哇 你再过十年过来看 它就不是这个景色了 估计就是高楼灵地了 这边可以看到成都的第一高楼 看到这边 这个就是成都的第一高楼 你看这边有在学一个公园 我的天哪 这这好像都是公园 简单先规划一下 学了一些游不到 这个公园这里 还是挺大的 你看 这只是出雾气 建置的很小也不可能 等它后期建起来很厉害 哇 它这边还有 走程会从这里听过来 这边比较晚 它这边灯灯亮起来 还是有人在这里面休息的 这边的这个城建也是非常厉害 你看 又往这个内环城建越厉害 成都很有意思啊 它的第一高楼 不在四重心 重新的第一高楼 是在四重心 在江边 它这个第一高楼也不理江 也不在四重心 它现在开始进入地下了 马上 过了这一段的话 这边的话 一进入地下 应该是进入了四幅城市 现在 成都这边的 轻柜也跑得 地铁跑得也快一点 反正比重新那边的 要快些 这也是比它的单轨性 可能是要快些 嗯